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徐俊峰 当然也是指挥桌真话大冰块 今儿就到了这辆标志308的一个拆车的现场了 虽然说这个1.6自吸的发动机有点表现平平 但是底盘悬挂跟操控这块还真的是 可以说在这个价格区间还真是算数一数二 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跟着冰块玩耐车也说了 说里面真的是有点简陋 真是要啥没啥 然后唯一有点所谓科技含量的就是那大屏 那大屏如果说没有叫CarPlay跟MirrorLink的话 也算是跟残位一样 当然对于网上有很多传言 说标志308包括说标志也好还是学龙也好 反正法国车就尤其是标志308 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拆车这些环境 据说是用料非常之豪华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这也是我们今后跟大家去聊的 好那今天还是跟着冰块一块来看看这辆车 它的前后防扰梁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那我们还是老规矩在说前后防扰梁之前 先跟大家浏览一下这个发动机舱里面那点事 首先它的这个开关真的是非常隐藏的 它是在这个位置 而且拉开以后这样会看的更轻轻 它是一个非常小一个小钩 就算从下面去观察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观察 当时呢这个很多小伙伴尤其是那些小姐姐们相信呢都不会说自己去开引擎盖 都是摸鱼串给我夹着 对对一般都是这种指挥小哥哥们去干 好那还是简单说一下 这个车的引擎盖竟然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 没错就是一个铝合金材质 当时呢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个普通钢材质 这我们都测试过了 当时呢对于车而言呢 用这种铝合金的覆盖面呢的确会很好 减重也好等等也好 但是呢我还会说啊 您这么便宜一个车 8万多起啊就9万块钱起 你用一个铝合金盖啊 这个实在是有点伤不起 还是的话就帮撞一下 然后怎么样的话 秀还是挺贵的 我们还是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油业的位置 玻璃水是在这个位置 膨胀壶是在这里面的 然后呢这两个挨得非常近 记住不要去弄火了 而且它的防动液呢 我发现啊PSA集团下面的防动液呢 都是一种绿颜色的绿颜色的 法国车是绿颜色的 然后德国车是红颜色的 沙特油是在这个位置 写的是DOT4的级别 DOT4的级别 那这台呢的确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一个1.6自吸的发动机 那1.6自吸的发动机呢 其实在国际上面 叫做第二代的308嘛 其实是没有这个1.6自吸的 而更多用的是1.2T 1.6T 包括一些柴油的 甚至于有一个1.03缸自吸的发动机 这还是很奇葩的 所以说呢在国外的话呢 基本上排量就是1.0自吸三缸 1.2T三缸 1.6T四缸 包括一些柴油的 但是说呢 这个1.6发动机 其实是上一代308 就主推的 就是用的一个发动机 当然我们今天这一集后面呢 我跟大家再去多聊聊 这个发动机这点东西啊 它们的关系也是挺乱的 好简单是一个1.6自吸发动机 是一个正直式的 排气在前 吸气在后 当然说呢 对于这个发动机呢 也是很多故事啊 什么跟这个宝马也好 mini也好 都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 结尾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聊 然后这边是它的电瓶 电瓶呢 这边是正级 可以这么一打开啊 是一个正级 然后负级的接线柱 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的电瓶是比较靠里啊 这块你是碰不到的 所以说它甩出了一个负级的接线柱 那其他的呢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 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了 这边的吸引棉是有的 这边呢 也是单锁扣 但是呢 它这个单锁扣呢 跟平常的有点不太一样 是因为它有两个 有两个 但是呢 这个是不能称为双走扣的 双走扣一定是要是在两边 双走扣更多的作用 它其实在碰撞的时候呢 会有一定的安全性在里面 是因为这个锁扣 其实是一个比较硬的这样一东西 就是如果说真是发生碰撞的话 这边是有可能 我们叫做有可能 发生这种危险的 但是呢 它这种锁扣的保险系数 是要强于一般的 就是那种单锁扣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它的锁纸机构 就是你在车里面去拉的时候呢 是这边是这样一个机构 而这边是一个单独的 这样你手动去开第二道锁的 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分开的位置相对而言 它的保险系数是要高于一些的 这个也算是奇葩设计之一了 当中呢 里面还有其他的奇葩 我们之后节目 再跟大家慢慢到来 然后呢 再看一眼后面的防火墙 防火墙呢 没有相应的铝瓦 但是是一个面积 比较大的一个棉 所以主要呢 算是一个大棉的设计 因为毕竟是一个自欺的发动机 尤其是一个政治式的发动机 排气在前面 因为热量都在这边 所以说后面的 它这种合一棉呢 也倒不是说有问题吧 但是我还是个人说啊 说这个防火墙的隔音棉呢 还是说做得越好越好啊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放动机舱里面那样事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把车抬起来 然后看看这辆车的前后防火梁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前后的杠壁已经都拆开了啊 再次的 就是推荐小伙伴 一定要看一下我们周五的那个拆车视频 真的这个坑是非常大 设计的也是比较奇葩的 OK好 那现在呢 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刚才量得的一些数值 首先呢 前面杠壁啊 打开一看 一根白晃晃的铝合金的防热梁 这个的确啊 就说 法国车呢 用料都特别猛 今天呢 也算是眼见为时了 那当然说呢 对于这个价格 其实能用到铝合金防热梁的车型是非常少的 就在我们拆的这个百来辆车里面 长SS55是一个 然后英朗是一个 然后就是这辆标志的308 其实都是10万以下 入门价格是10万以下的 好 还是跟大家去说一下相经数值 首先大家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铝合金的防热梁 侧边是一个日子型的 非常标准做的 然后它的厚度呢 是2.75 2.75 很可惜 5分满分 它只得到了4分 然后看一下锡能盒 锡能盒也是一个六边形的 那之前跟大家说过 传统的话呢 还是方形的比较多 但的确是越趋卷于圆形的话呢 它的这种所谓的锡能的效果是越好的 当然我们也是看到的数据啊 他们的就是这种数学模型的碰撞数据 八边形是最好的一个形状 当然说呢 也是啊 就是越往那边的话呢 它这种坚硬程度会更好一些 那它锡能盒的长度呢 也是达到了132.32 也是一个很长的距离了 然后大家看到 是一个可拆卸式的 做得非常标准 也说这个车的防撞梁跟锡能盒 都是一个铝合金制的 尤其是锡能盒还是一个圆形的 好 那下一个数值呢 是防撞梁到水箱的距离 那距离呢 是67.73 五分满分 只得到了三分 看啊 的确是距离不算是太大 如果我用手比过的话呢 大概是一个三指多一点啊 三指半吧 不到四指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向后看 那它的防撞梁的长度呢 是113 那车轮的宽度呢 是174 占比是64.94% 五分满分 只得到了一分 那主动式的引擎盖呢 也是没有啊 好 那这个是分点事啊 那么现在说分之外的事 当然说呢 第一块题呢 就是行人保护泡沫 为什么刚才没有说呢 首先说 这辆三响版的308 的确前面是没有行人保护泡沫了 那这个东西呢 我之前说了很多了 就不愿意再那么多废话了 就是对谁都有好处 但是对车有好处 还是对行人也有好处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的杠皮而言 整合整个的这个铝合金防律梁而言呢 其实他们中央这一块是没有缓冲的 如果说撞到人也好 还是撞到其他的东西也好 首先是你的杠皮 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杠皮呢 当然我们评本里面呢 这个杠皮还是会认为 是比较适中的一个硬度 即使它是适中一个硬度呢 也不是说是非常硬啊 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它是软硬要适中 您不能太硬 太硬的话 撞谁都受不了 你要太软的话呢 那谁撞一下 它这车也受不了 所以说这个硬度还是要适当啊 撞完这个杠皮以后 然后对于这个人而言啊 直接就会撞得毁 这个的确不太合适 当然呢 我们也是查了一下老款的308 那老款308呢 是挺多年前的一个车型 那会儿呢 的确用行人保护框末呢 的确不是那么多啊 当时呢 那个车已经不再卖了 我们就不再说什么了 但是至少 那个老款308 老款的308 它前面是一个塑料的 这样一个缓冲的东西 而不像这个是完全没有 所以说我可以说 对于这辆308 这辆308 它前面这块呢 就是彻底的 是一个减配的 这样一个行为 您铝合金防热梁都用上了 如果是我的话 您踏实捡一个钢梁 谁都说不出什么来 对于这个级别而言 钢梁也没有问题 也不过分 行 那其他的呢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 首先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整个的框架 是一个塑料的框架 至少说从这块看 它是一个塑料的框架 别的呢 就没有什么了 好吧 那我现在前面呢 跟大家去聊到这 那么现在呢 去后面看看 看看后面是什么样 看看也是这样如此豪华吗 还是跟上一代的这个308 跟破碟片啊 还是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来到后面啊 首先 又是一根非常标准的 铝合金的防热梁 所以说呢 对于这辆 看起来不太起眼而已 价格不太贵的308呢 至少在前后防热梁这块呢 真是做到了 堪称是用料豪华啊 真的不光光是美国人 他们家有矿 原来法国他们家人 矿也是这么多啊 首先呢 它的厚度呢 的确来的没有前面的厚 那后面的仅仅是一个 1.86毫米 5分满分得到的是2分啊 虽然说也是2分啊 但是也是一个铝合金嘛 就是别拿这个豆包不当干粮啊 就是铝合金还是铝合金的 好 那它的长度呢 是115 呃 它的后轮的宽度呢 是176 比前轮的稍微的宽一点 那占比呢 是65.34% 呃 反之超过了前面 那五分满分 是得到了2分 我们说的是这个覆盖面的 的确呢 对于前面而言呢 它的一个覆盖啊 的确有点忒窄了 所以说呢 这辆车的这种侧面的碰撞呢 对于车本身而言啊 还是比较吃亏的 稍微一撞框窗 直接轮悬挂什么的 都会受损 这个还是商务器啊 再重复一下 这个东西呢 跟整车的安全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 当时呢 防热梁是占10% 侧面的更宽的防热梁 是在侧面碰撞而言 对于车身 呃 这个里面的东西啊 会有更好的保护 好 那这边呢 是它的防热梁 那西能盒 大家看到 也是六边形的西能盒 非常的标准 而且也是一个 完全可拆卸式的 那它的门 跟防热梁 到底谁更多一点 相信啊 如果小伙伴从这个镜头看的话 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们刚才呢 用这个垂线啊 非常仔细的测量过了 非常非常仔细的测量过了 防撞梁也仅仅比门 要望里 两三个毫米 大概只有这么多 两三个毫米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 一样的一个度啊 但是我们还说 评分就是评分 我们还是要比较严格 所以说呢 毫厘之间 就是落入到了 不突出这个部分 大家知道啊 就是突不突出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屏幕里面 分还是挺多的 就是我们还是个人呢 就是愿意看到 有更突出的防热梁 来保护后门这些东西 当时呢 我们也是从 整个车辆的这个维修 包括说 后期的使用这块去考虑的 后面一个车 把你撞了 虽然说呢 可能不太使劲 不太使劲 然后呢 可能只好呢 就是防热梁这块呢 能够扛一下 结果后门比较突出 然后门扁了 你还得花钱去修 这个有点的确不知道的啊 就如果说你开的是一个突出的 也仅仅是杠皮可能是二张 其他的都没事 这个真的在实际的 这种所谓的开车的过程中 真的是会有的 在标志308S 也就是更为趋劲于原版的 308S这一块呢 它的后防热梁这块呢 是有行人把握矿墨的 同样在老的308上面呢 后面同样是有那个叫做 塑料架的式的那种 缓冲的区域 但是这辆车呢 也同样是没有的 不论是这没有 那杠皮上面呢 也是没有的 并且上一代的308呢 后面的防热梁呢 不是铝合金的 是一个破铁片啊 那这一代呢 变成一个铝合金呢 的确在这一块来说 是一个涨进 好那其他的一些 关于数值方面的 那整个的车身的蒙皮 刚才也说过了 引擎盖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 而其他部分呢 都是一个普通的钢材的材质 那防火墙呢 也跟大家说过了 是一个单棉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好这就是前后防热梁 所有的得分了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辆车前后防热梁部分 得多少分 并且跟大家呢 再去唠叨了唠叨 这辆车在欧洲版本的碰撞 什么样 以它的发动机的一些故事 好我们现在呢 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 这辆308前后防热梁的总分 那这辆车呢 在满分61分情况下呢 得到的分数是37分 好这就是分点事啊 继续跟大家再去 扩展一下一些其他的知识 那首先呢 先跟大家要去补充一点的是 那的确我们也是刚才在拍摄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 大家看呢 虽然说这辆车旁边 它的行程盒呢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六边形 但是你如果再往后看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啊 一定是它的重量 但是你看这边的时候 这边重量是有诱导槽的 是有诱导槽的 而那边的重量就没有诱导 就是我们也想了说这个 到底是为什么干什么用的 然后呢也是一想的确就是这辆车的也算是 也算是为了这种小偏偏碰撞 加的一些功夫啊 说的好听的叫做那个应试教育 说难听点呢 其实叫作弊啊 是因为这个东西呢 仅仅仅是为了碰撞测试而碰撞测试的 如果说为了人着想的话 为了为了整村里安全着想的话呢 不光光是这边你要做 那边也是要做的 就是我们还说啊 就是不反对你在碰撞这一块呢 有更多的加强 但是我还是会说呢 您加强您就两边一块加 我还是你说啊 就是你驾驶员是命啊 那副驾驶人就不是命啊 对不对 反正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说还是希望呢 大家不要区别对待啊 不光光是国外跟国内的车 就不要区别对待 那对于这个车呢 左边右边呢 也都不要去区别对待 好 这是其中的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前后行人保护泡沫这一块啊 相信呢 如果说大家了解 或者说真的是有在法国生活过的小伙伴呢 或者说是看过一些所谓影视题材的一些东西呢 都知道其实法国是一个小型车 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地区 他们真的就机是特别特别小 而且他们的路啊 都不是那种百游路 全都是那种小砖块路 就开起了车来 咯咯哒咯咯咯哒的那种感觉 机也非常非常小 就是这种非常小的地方呢 才会促使他们的小型车非常多 以至于他们在停车的时候 都是需要前蹭蹭 后蹭蹭 左蹭蹭 右蹭的 停车都是声望一挤 就是往前挤一挤 往后挤一挤 以前的法国车 就是原厂的法国车 再好的车 它的前后防擦条 都是这种黑的塑料防擦条 只有到现在呢 慢慢的才变成这种车身铜色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实到中国的车 包括说最早的 206也好 还是207也好 其实呢 都是做的这种叫铜色的防擦条 是因为的确啊 就是中国的这种停车环境呢 的确比法国要强很多 并且呢 这种同色防擦条呢 的确会更好看一些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 什么样的地区 就会有什么样的车 所以说 对于这辆车的 这道路 原版车型 是必须要有这种 行人保护泡沫 是因为您前面挤挤 后面挤挤的话呢 没有行人保护泡沫 直接扑就挤漏了 所以说呢 基本啊 就是前后的这种行人保护泡沫 在法国呢 基本上是个标配 所以说呢 这个车 在这儿 在中国地儿地儿呢 可能法国人觉得吧 哎呀 你们那这么多的 这种停车地儿呢 这个就去了吧 但是呢 这个不光是 停车是需要的 这种解来解去是需要的 这边呢 这个东西对行人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就是这个车本身的这点东西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 再去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关于标志308的发动机 这一块 当然说呢 之前试驾也跟大家聊了 在中国呢 一共有三个排量 一个是1.2T三缸的 然后呢 是这个1.6自吸 还有是1.6T的版本 但是其实呢 这三个发动机呢 差别还是挺大的 首先呢 要跟大家说的是啊 标志的1.2T 包括说PSC的呢 1.2T和1.6T 它不是一个系列的发动机 它们是完全是两个系列的发动机 而1.6自吸和1.6T 是属于同一个发动机 这个首先要跟大家去说明的 然后对于法国 对一块呢 它们叫做王子发动机 那的英文呢 叫做Prince Engine 这样一个反正英文单特的 实意呢 就叫做王子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呢 是PSC集团和宝马 一起开发了一个直列四缸的发动机 那它的排量呢 是从1.4一直到1.6啊 包括说直喷和涡轮增压等等 这些东西 当然说呢 对于这台发动机呢 宝马的版本呢 叫做N13 而mini的版本呢 叫做N14和N18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1.6的发动机 很多很多配件呢 都可以从PSC这块去找的 所以说关于这台1.6和1.6T的这个发动机呢 其实是跟宝马是有很多关系的 因为它们是一个合作开发的 并且F20 又是宝马的一系 也是用的是相同的这种叫做王子的发动机 其实呢不光光是宝马 其实在2010年呢 宝马呢还曾经宣布过啊 把这个1.6T的这个发动机 也就是这个王子发动机 跟这个标志啊 PSC集团 这个1.6PRT呢 其实是一个发动机 是打算呢 在2012年的时候呢 是供给萨博的啊 主要是用在当时啊 即将推出的一个叫做萨博93车型 当时呢 萨博后来这个混得比较惨 简单说呢 就是这个搭载这个1.6T的萨博93呢 就直接就胎死腹中了 并且在1.6升这一块 我们可以数一下啊 有123456789 竟然能够多达有9个型号 而他们的功率能够从72千瓦 一直到220千瓦 就是一个排量能够做出9档 其实也是功力了得啊 好 这就是王子发动机 当然呢我们也再稍微的说一下 1.2T的三个发动机 就是真的其实对于我而言呢 就是一开始也觉得 说这个1.2T不就是1.6T 可能缺了一个钢这样的感觉吗 但是呢我们自己查了一下 还真的不是 对于一个1.2T发动机呢 它的内部呢 叫做一个BE的编号 那它主要是以三缸为主 那它排量呢 是有1.0升 三缸的 还有一个1.2升 普通的 还有一个叫做1.2升涡轮增压的 基础形式啊 一共呢是有四个这样型号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发动机的概述吧 1.2T跟1.6T呢 它们是完全是分开的 这个两套发动机 同样呢 这个1.6T呢 包括说1.6磁锡呢 是跟宝马以及mini 是有很近的关系的 并且之后呢 还是跟这个萨博又掺了一腿 好 这就是发动机这点事啊 那当然呢 对于这辆车呢 其实在国外呢 是有原型的 主要是以两箱版本为主的标志 308 当然呢也是有国外相应的碰撞成绩 这辆车呢 在美国是没有碰撞的 就是IHS是没有碰撞的 的确啊 但美国法国车的确是 太少太少了 而且主要是以欧洲市场为主 其实呢 说是欧洲市场 其实对于法国的车而言呢 它基本上是以本国市场为主啊 就觉得法国人吧 就感觉好像自个儿 这个本国卖的好就行了 当时呢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当时我们之后呢 说的跟大家再多聊点 还是减主要的说 先说一下碰撞吧 那在欧洲的碰撞呢 这辆车达到了一个五星的碰撞 那是2013年的时候碰撞的 那其中呢 成人这一块是拿到了92%的分数 那儿童这块呢 是拿到了79%的分数 行人我们就说弱势群体这块呢 拿到是64%的分数 那安全的辅助拿到了81%的分数 其中呢 关于成人这一块 那正面的碰撞呢 分别乘客和驾驶员这一块 他们的胸部和腿部 也仅仅得到了一个叫做充分的 这样一个分数 就是因为欧洲的碰撞呢 跟这个IHS-62不太一样啊 但它的评分呢 我们简单说啊 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点 他们叫做这个差弱 边缘充分和优秀 如果按分数算啊 的话就叫12345分吧 这样说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那对于这辆车而言呢 它的乘客和驾驶员 胸部和腿部拿到了一个四分 是有可能是受伤的 而侧面碰撞 它的整个的侧面模拟 车辆碰撞的 就是那块比较大的墙啊 蹦撞上去以后呢 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有说它的胸部跟头部的 都是拿到了一个五分的这样成绩 而柱撞碰撞的时候 柱撞碰撞的时候 司机位置 它的胸部得到了一个三分啊 得了一个三分 这个算是一个边缘的成绩了 而其他的呢 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而儿童这一块的话呢 18个月和36个月这一块呢 都是拿到了一个四分 不是五分 是拿了一个四分的成绩 这就是关于欧洲的碰撞这一块 当然呢 其他的关于行人这一块 包括说安全辅助这一块呢 我们就不再说了 因为车型不一样 配置不一样 他们的分数也不一样 当然说呢 这个儿童跟成人呢 相对而言是比较关键的 行 简单说呢 这辆车呢 在欧洲碰撞呢 同样是拿到了一个五分的成绩 当时呢 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参考 OK好 今天呢 这块呢 就跟大家去说这么多吧 那今儿呢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儿 那明天呢 是对于这辆车的一个底盘的部分啊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出大名块 当然也是一个 只会说真话大名块 那我们明天 这辆标志308的底盘 我们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